大家好我是贝拉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行程是十三行博物馆 它位在新北市的巴黎 这边的话小学生的时候都要来这边户外教学 1957年的时候十三行遗址就被勘查定名 然后登陆为三级古迹 这边算是一个考古博物馆 它在新北市的巴黎左岸 你看这个植物协有度大家比较不会摸 实际上那些是蕨类植物插花常常用到的 我们现在来到十三行的门口 你看这个建筑很特别很有设计感 新北市的市民是不用钱的 非常的好有空就过来这边逛逛 有冷气可以吹又可以运动 看看一些古文物 这边我们进来了 新北市民带个章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参观一下十三行博物馆 这边很多小学生因为课外教学的时候都要来参观一下 我们这边的本地的考古 你看这是水牛谷的遗迹 然后一些古文物就是出土的古文物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虚拟的那个新建设 以前好像没看到 接着我们要进到里面去参观了 你看这是那个考古挖下来的原貌保留 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是台湾的建筑师孙德宏先生设计的 很厉害的 他2002年有得台湾的建筑首奖 2003年也得远东建筑杰出奖 2014也得了金师奖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 他抬头看这样子 梯子旋转上去很雄伟 然后館内很舒适 参观的路线也很舒服 整个感觉视野很好 然后很有文创设计的氛围 也很活泼 你可以看到一些台湾原住民啊 然后那个最原始的一些生活器具 乐器 然后一些考古的遗迹 有一些古骸之类的 这边是台湾算是海岛的地形 所以说有一些都会跟海洋有关系 或者像贝壳类的 这边就是贝壳类的考古 然后这是出土的淘气 这个是模型 早期的生活模式 你看这是鹿的下额骨 然后这是考古出来的遗址的那个墓地 以前有双人杖的那个模式 你看这个图片 然后这边有呈现出来 就是好像是父女跟小孩的感觉 嗯 接着我们逛着逛着 可以这些出土模型 还有一些是玉器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饰品的 宝石类的 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那个 像喝酒的啦 然后那些就是生活必需品的一些陶瓷器 然后这是以前生活模式 这边有一个那个3D的投影 还蛮可爱的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你看 那个是虚拟的动物 就是一个投影的那个感觉 里面有记载一些 那个台湾史前的那个生活模式 像这边会晒一些 好像猎物把它晒干的那种模式 在生活 蛮难体会的倒是 嗯 接着让我们看看 进入巴黎时光机 这个是他们考古出来的那个 头骨的形状 重硕 这有一个很好玩的 大家虚拟 按个按键就变成重硕出来的人心了 嗯 接着我们就开始往后逛 有一些它会让你有显微镜可以看 或者是放大镜可以看 看一些原始的种子 像这是米的种子啊 然后一些古物类的种子 嗯 这个我平常也没看过 蛮特别的 然后一些鱼骨 跟那个化石之类的 很有设计的氛围呢 逛起来蛮舒适的 文献上记载 十三行这边遗址的主人 约在两千到四百年前 那时候就已经有铁器了 因为考古考出来有很多铁器的模型 还有铁器的制作 嗯 然后有一些 这边有史前动物的一些模型 哦 小朋友很喜欢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 嗯 你看它这些出土的那些骨骼 所以之前这边也算是有很多 嗯 这种动物 像这些模型上面的动物 像山腔类的 然后野猪啊 栩栩如生也蛮可爱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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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麼? 隨著一些出土無物的演化跟推演 那一般文獻上面說 這邊應該是凱達格蘭族的祖先 好好的笑,好可愛喔 人類真是蠻 目前这个遗址在官方应该是定为二级古籍 网络上查的了 应该是 博物馆的出口也很特别 像一线天的感觉 很壮观 很舒服 离开了十三行博物馆 我们接着就到巴黎的左岸 这边海岸是很漂亮 然后人潮也是很满的 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这边我们就希望 我们就希望 猎食一下 有很多美食 然后城市和考虾局 是必吃的 一只一百二十两 现在目前是退潮的状态 一会儿黄的时候 慢慢吃 就会长潮 慢慢吃 然后看夕阳 第一个食物就是烤香肠 蛮好吃的 然后这边还有大肠包小肠 你看他这个上浆的速度 非常的专业 平常这边也是人很多 加上就人更多了 再买个润饼皮包的冰淇淋 里面有花生粉 跟那个爱水香菜 很好吃啊 这个 接着我们就是海边散步一下 找个喜欢的点 然后你可以边吃东西 边欣赏那个黄昏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你看他从云层慢慢 那个太阳快要下山 等一下出云层就比较美一点 开始出云层了 对我们算不错 有露脸来迎接我们一下 不然今天有点阴天的感觉 随着夕阳 我们下次再见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来的试炮 的试炮